汇丰銀行發行150周年紀念鈔票 市民今天開始可以取得 有市民投訴安排失當 汇丰銀行發聲明指歉 獲分配紀念鈔票的市民要按指定日期和時間領取 在灣仔匯展中心的分派地點 整一大排長龍 龍尾最長去到灣仔港鐵站 人龍沿著天橋到入境事務大樓 再落到地面 過馬路到中環廣場地下空地 之後再上天橋繞到海港中心 然後再進入會展 有市民投訴安排混亂 又指有人打仗 你製造混亂 你離譜了 遲你才上岸 你知不知道有人等了幾個小時 等了一會 因為只等了三個小時 等了三個小時 匯豐銀行發表聲明指 預計市民要等候最少三個小時 對輪候時間比預期長致歉 市民可以自行決定是否繼續等候 若放棄今天輪候會重新安排領取紀念鈔的日期 會展外有人收購紀念鈔票 原價380元單張紀念鈔票 出價大約700到800元 1380元的三連張就大約1900到2300元 也有人以4萬多元 將原價2萬3880元的35年賣出 無線電視記者陳少豪報導 無線電視記者陳少豪報導 1070元 發生 感谢观看